登记的节日时间是10点半 非常漫长的一天 您辛苦了 在昨天您的答询里面 有特别提到了 您对大陆的事物并不陌生 那当然我才上任第一天 所以刚刚主席还有昨天的几位委员 都有在咨询您的时候 有提到对大陆事物的娴熟度 那个人是过去我也了解您 当过总统府的发言人 也担任过国安会的咨询委员 所以有一些的相关工作 事实上我也有参与 那么我也了解对您相关的工作 工作的内容 我其实也是了解的 那您也提到会精准的来执行 马总统的大陆政策 所以对于昨天在执行的情况 还有包括您将来 怎么样会精准的去执行 这个马总统的政策 还有您对大陆事物 到底了解多少 是不是您可以再做一个说明 好 谢谢委员 昨天是我第一天上任 然后在刚交接完 马上到立法院来 接受这个立委的询问 那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 那我也在那个机会当中 简单的表达了我对自己工作上的期许 那基本上 我担任入委会主委 我自己的期许是能够精准的执行 马政府的两岸政策 那当然昨天委员有很多指教 包括对于我在这个大陆事务方面的这个资历 有提出一些疑问 那我想我也非常的了解 其实没有错 我在大陆事务方面的资历 绝对称不上是一个专家 那但是我会非常的努力 也因为我在大陆事务上的资历 并不能称为一个专家 所以我会更谦卑 会询问真正的专家 真正的智库 跟陆委会的同仁 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 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确保陆委会所执行的两岸政策 能够符合当前政府的相关政策的需要 精准的来执行 我想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期许 那至于昨天也是有委员 这个要我去指认照片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我也必须要提出一个说明 的确我对于这个中共的一些高层的人士的这个照片 我之前并不十分熟悉 但是我对他们相关的背景 还是有做初步的研究 其实海基会跟陆委会 在功能上还是有一点点分别 陆委会最主要的功能角色其实有两个 第一个是大陆政策的制定与规划 第二个就是监督海基会来进行两岸的协商与交流 那从陆委会的角度来讲 我印象中赖信源赖前主委 他其实在他任内没有去过大陆 那反而是之前的江炳坤前董事长 以及高孔年副董事长 他们好像去大陆大概都是几十次以上 那所以当然了 如果见到面认不出他这个人来讲 的确是很失礼的事情 那但是过去以赖主委 他担任这个陆委会主委的经验当中 他其实并没有机会到大陆去 那当然这不能作为一个借口 我未来还是会继续努力 加强来辨识这个中共高层的 这个人物的这个照片 我会继续努力 谢谢 好 请你加加油 那我想我们其实关心 一个新的局势的发展 那么现在的大陆事务 可能慢慢有一些新的局面产生 当然是AQFA之后 有一些新的一些转变 但是中共也在最近会召开18打 那么在18大之后呢 两岸的关系 两岸的这种发展 到底会是怎么样 另外一方面呢 那么我们民进党的重要人士 也是我们前行政院长 这个谢长廷先生 也最近可能会到大陆 那您对这两件事情的看法是怎么样 好 谢谢委员 第一件事情关于中共18大之后 两岸政策可能的发展 我们分我方跟对方来讲 在我方我上任前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我就有透露 就是说陆委会所执行的大陆政策 在过去其实并不是赖前主委 他个人的看法 未来也不会是王玉琦自己的看法 其实陆委会所执行的大陆政策 就是马政府的大陆政策 所以就我方来讲 其实就是依循着政府既有的一个基调 持续以稳健务实的态度 来执行马政府的两岸政策 那至于对岸的发展 当然我们必须要密切的注意 未来中共18大之后的发展 但是目前就所有我们看到的资料来评估 那如果以可能的接任的人选 以及未来的人事可能的变化来讲 初步的判断应该还是会继续维持 胡锦涛既有的对台的这个路线 而目前看不出有什么征兆 是会有大幅度变动的可能 那当然局势这种事情 是必须要持续的密切关注 我想陆委会这边 包括我们自己本身 那以及我们会协调其他的政府单位 国安相关的其他的部门 大家会共同来密切关注 中共未来的发展 是 我想还有另外谢长廷先生 到大陆的事情 您的看法怎么样 是谢谢 关于谢长廷先生 他近期有计划要访问大陆这件事情 我们的态度基本上是肯定支持 因为谢长廷先生过去 其实他在两岸关系上 他就提出所谓宪法一中的概念 那谢长廷先生的宪法一中 就我们的理解 他指的就是中华民国宪法 那他也过去提过 这个高雄市跟厦门市 是一国两市 那这个其实就我们对他的说话的理解 其实也是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 所提出来的一个说法 我们认为说 不管是执政党或在野党 跟大陆能够多交流 都是好事 我们乐观其成 而且如果朝野能够以中华民国宪法 作为最大的公约数来讲 这对台湾的政治发展 基本上是一件好事 是 马总统特别有指示 这个您的报告里面也有提到 以台湾为主 对人民有利 那您接任这个新的职务之后呢 您觉得有哪些的工作是觉得是应该排在第一优先 好的优先来处理 谢谢委员 我刚刚在业务报告时候 我有试着就我上任后 我希望优先推动的三项政策 跟各位委员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那当然陆委会要推动的大陆政策非常的多 那我仅仅是就我上任后 希望能够优先推动的 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明 第一个就是针对陆生 在台湾求学的陆生 纳入健保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是基于人道关怀的精神 既然外籍生跟乔生 在台湾读书都可以纳入健保 我们应该也要让陆生 有机会能够纳入健保 这是我们第一个希望优先推动的政策 那第二个就是 全盘的翻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因为 虽然在 从民国81年制定以来 已经经历了多次的修正 但是两岸的关系变化是一个动态性的 它一直都会有持续的变化 所以对陆委会来讲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基本上是最重要的一个规范的法规 我们必须要做持续性的一个检视 而我刚在口头的业务报告中 基本上有用检要的方式 将我们分三个阶段的 优先推动的几个项目呢 分阶段的有做一个检要的说明 那第三个 优先推动的政策 就是希望能够持续扩展 经贸以及文化的两岸的交流 那在经贸方面 希望能够推动在经贸的政策 跟法规的松绑 那在文教的方面 希望能够扩大深化 两岸年轻人的交流 以及新闻资讯的交流等等 这个是我们希望优先推动的 那当然未来 如果这个马政府 在未来有一些其他的重大宣示 或者在两岸政策上 有一些很明确的一个做法的话 我们都会全力配合办理 我想从食物上面 本席基于我的专业的立场 我是特别建议 对于两岸人民的健康 跟环保的部分 应该特别重视 那这个是特别像三聚清安 像农产品 特别是中药的 残留的农药 那么这些打击犯罪的问题 还包括这个漂流垃圾 海洋的漂流垃圾 所以我现在这个部分 都是应该要一起来研究的 因为时间关系 就谢谢你 您也请你加油 那么主席我是不是先请回 我要请海基会 王主席请回 林董事长 请林董事长 好 七伟你好 董事长您好 这个我看到报纸上的报导 总统说您是一张白纸 那其实就我过去将近二十年来 过去跟您一起参与若干的一些审查的工作 其实您是不是白纸 是字写的满满的 那过去我在营建署服务您在地震时 那特别是在国土规划 区域规划 还包括这个很多的地震方面 您可以算是活字点 那以您的这种专长 我觉得这是可以来在这个海基会的工作里面 可以帮很大的一个忙 特别是在法政方面 但是最近外界对您的知心的问题 是有非常的关注 那我也了解 这个是过去惯例上面 大概董事长值得来报告 不被选 那您愿意亲自来 我觉得是非常有担当 也是非常尊重立法院 是不是您就这个薪资的部分 特别来跟外界做一个说明 是谢谢邱委员的关心 事实上我在海基会 事实上以往也担过董事监事 那么当然对整个海基会的运作 也是大致上 还算相当熟悉 那么至于刚才您关心的这个薪资的问题 事实上 那么我到海基会 我也没有过问过说薪资应该如何处理 但是 我们的江董事长 他担任过海基会四年 那么他非常理解 他以往是没有资薪 不过因为海基会业务越来越繁重 所以我特别跟他请教说 为什么他最后一次董事会 他在主持会议的时候会提议 要把我们这个董事长的薪资由原来 无几职改为得为有几职 他的考量是说 那么这个不是为任何人来考量 是为整个我们海基会 未来的助度化 那么来建立这样一个助度 因为我们他说国内 我们现在所有的专职的董事长的财团法人 大概都有资 跟他就会建议 现在要担心 是宝贝 还是要出财富的 是 那颜柜 以充人之后 是 宝贝 有 我 感谢观看